七仔 七仔是那只我们正在寻觅的棕色大熊猫吗 我们来到室外 真的是一只棕色的大熊猫 身高一米八左右 像一只硕大的玩具熊的棕色大熊猫 向我们缓缓走来 瞧这只小家伙圆圆的脸颊 胖嘟嘟的身体 全身上下都被深褐色和浅褐色的皮毛包裹着 那八字的行走方式惹人捧腹大笑 那么它皮毛的颜色是天生的吗 抢救中心的马院长告诉我们 在2009年11月 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员工 在例行寻山时发现这只棕色熊猫 这个猫呢在野外已经一天 将近两天时间没有见它的妈妈回来 它的整个的生命体重呢 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的一种现象 好在我们那天有我们自己存下来的 就是大熊猫的一些母乳 就给它慢慢慢慢就给它救活了 四年过去了 七载的外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为什么会出现棕色的大熊猫呢 我们询问了相关专家 得知棕色大熊猫的成因 目前科学界还没有任何定论 但当地抢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国宝大熊猫一向以黑白两色试人 本身就是一个误区 我们青年大熊猫的这个皮毛 尤其是腹部部分 它有棕褐色斑点 所以看起来很多游客说 你们的猫脏兮兮的 其实这是它跟它的自身的体毛 特点有关系 那么四川那边的熊猫呢 它们在这一点上就可能要亮一些 要白一些 从被送到保护区以后 七载的发育情况一直良好 如今也已经达到了健康成年个体的体重 如果按照一般熊猫三十周岁来计算 它现在应该已经是一只青少年熊猫了 相当于人类的十六七岁左右